D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蝦皮 歡迎來到UGS頻道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說說 關於這個斯普拉頓三 新手推薦的武器 還有某些概念的東西 那同時呢 我們今天也邀請到了這個 這個斯普拉頓3 也玩了蠻久的一個 我的好朋友 四七 好來我們歡迎他 耶 大家好我是四七 聲音非常的 非常溫柔啊各位 是一個小鮮肉 那你玩斯普拉頓 我看你玩蠻久的 那時候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哇 直接二代直接上X了 OMG 我玩斯普拉頓 二代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那也是 運氣運氣 爬上了X這樣子 運氣運氣 好啦總之呢 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來跟各位 有可能有玩斯普拉頓很久的 老玩家 也有可能有玩斯普拉頓 剛進的新玩家 那今天呢 我們會將一些 關於這斯普拉頓3 他的武器概念呢 把它彙整起來 然後呢 分享給大家 同時當中呢 也包含了我這一陣子 玩斯普拉頓3的心得 還有包含一些經驗 同樣四七的部分呢 也會有包含在裡頭 全部總之一次整理 分享給大家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也歡迎對我們的影片 按讚分享 還沒訂閱的也歡迎訂閱一下 這都是對我們團隊的一個支持 和鼓勵啊 感謝各位 好啦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四七 你準備好了嗎 沒有問題 來吧 你有沒有信心 有一點 行きましょう OK Let's go GOGO 在進入正題以前 這邊稍微補充幾個小概念 首先斯普拉頓是一款動作射擊遊戲 不管在於動作上的操作 或是射擊的準度 都相當重要 甚至也有人稱這款遊戲 是一款格鬥類型的射擊遊戲 相信有實戰過的玩家 都有體會 而在這段遊玩的期間當中 也有發現很多人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該如何提升自己的射擊準度 是要多參與持戰 還是多打靶 我認為其實都很重要 尤其是後者 打靶打得好 實力不會少啊 首先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必須要知道 沒把槍的射程距離 以及彈道角度 並且將之記憶起來 變成自己的肌肉記憶 如此一來 實戰上就會相當清楚 我方隊伍和敵方隊伍的槍種差距在哪 好做出最佳判斷 打出漂亮戰鬥 而當有了以上觀念後 收回準度 一把槍的有效距離 使用手感 甚至運用技巧 就是必須透過 沒日沒夜 不斷的在靶場上練習 才能深深的記憶起來 活用於實戰之上 當然要如何練習呢 首先 挑一把你想要的武器 接著對著把射 簡單吧 嘿嘿 接著射一個把 再一個把 接著再增加一個把 然後循環 接著再加入遊行動作 跳躍動作 在固定把位 練得差不多後 在循環漸進到 移動把位 繼續以上練習 同時高速射擊 低位射擊 都要參入其中 唯一注意的是 一開始別球快 慢慢的來 等真的覺得熟了 再慢慢的加快 讓自己的準心 要在第一時間 瞄到把位 簡單來說 就是多去感受你的準心位置 畢竟這是一個體感遊戲嘛 而說到體感呢 這邊也相當推薦 各位玩這個遊戲 一定要開陀螺儀 相信我 會進入一個人機一體的世界 嘿嘿 而體感的敏感度方面 要如何調整 這邊也給各位一個小方向 首先拿一把彈道教持的槍 好比載玉標記槍 或是斯普拉射擊槍 接著距離這個打不壞的把 一格位置 然後開始射擊 並且人物要左右橫走 此時準心都必須要在他的身上 過程中 只要覺得好像不順 或是覺得太快 太慢就可以去稍作調整 此至你感覺上 是可以較好掌握的速度即可 然後再開始用此設定 進行前面所說的打把練習 掌握肌肉記憶 只要每天持續練習 絕對會有所成長 此外整體要到熟練為止 所花的時間長短因人而異 但相信只要下過功夫 絕對會有所回饋 當然各位對於百味練習的課程種類 有興趣的話 未來有機會會再整理出來給大家 最後這邊也再小補充一個知識 也就是所謂的一雀二雀的術語 那我們這邊由我們的四季來解說一下吧 簡單來說 如果一把槍 可以一槍就抓掉人 我們稱之為一雀 那兩槍則是兩雀 以此類推下去 而要如何知道一把槍是幾雀 可以透過打把知道 只要幾槍打掉 就可以知道這是幾雀的槍 這個觀念只要配合前面打把練習 也能讓你快速抵制到 一個靶位打完 轉換到下一個靶位的時間點 大概是多久 可以留意一下 接著來介紹新手可以嘗試使用的武器種類吧 首先來跟各位介紹的這把武器 是大家剛進入遊戲時 就會拿到的初階武器 沒錯 星夜射擊槍 星夜射擊槍主要特性 是有較高的射速和徒弟效率 在快速建立我方領地的同時 也能迅速累積大招亮表 彈道比較偏散射 數一把四雀水槍 只要看見敵人 在與中近距離的部分 都能觸不及防的將對方抓掉 那說到大招這邊接著介紹 關於星夜的副武和大招吧 首先副武方面 斯普拉頓炸彈也稱為三角飯糰 數丟出去一會後 便會即刻爆炸的類型 同時也具有微小的彈跳功能 雖說沒有像彈跳手榴彈那樣明顯 但此特性 只要活用的盪 也能將敵人 干擾到不要不要的 好比當發現有人在追打 可以立刻往自己的腳下一丟 炸得來者觸不及防 或是當不確定前方裡地 是否有敵人時 就可以丟一顆過去試探一下 又或者是雙方在拉鋸的同時 都可以持續不斷使用干擾對方走位 當然除了斯普拉頓炸彈以外 其他的手榴彈炸彈 也都有相同的運用方式可以留意 唯一注意 丟的距離以及位置 都要做把控練習 如此一來才能越丟越準 炸得對方不能之主相當不錯 接著巨大防護罩 巨大防罩屬本是三代的新技能 只要啟動便會展開一個巨大的原型防護盾 主要特色我方攻擊 不管從裡面還是外面 都打得出去打得進來 敵方則是反之 打不進去卻能從裡頭攻擊出來 過此火力交鋒的情況 可藉由此大交來保護我方 以達到高效火力壓制的行動 同時此護盾 也是一個傳送雷達 簡稱Beacon 若在前線或是目標位置開啟 可讓後方的隊友快速安全的傳送 續航隊伍的戰鬥能力 唯一注意 雖說此護盾 可用來和敵人做周旋 甚至用來做一個拼槍的掩體 但若敵方直接衝到護盾裡 是可以直接攻擊到人的 同時若敵方從我方護盾裡面 攻擊出去 同樣也打得出去要留意 另一方面 護盾也會隨著時間逐漸縮小 直至失效 同時若遭到敵人的火力攻擊 也會加快縮小的速度 所以開啟防護盾的時機 相當重要要留意 總之星夜這把水槍 不管主武本身 還是副武 甚至是大招的性能 對初階入門的玩家來說 都不錯使用 且上手容易 只要活用都能和隊友打出不錯的成績 技能選擇推薦 提升墨汁效率 刺藥武器 減少副武器的墨水消耗 提升魷魚衝刺速度 增加前墨時的移動速度 以上這些都可以參考參考 再來為各位介紹 載玉標記槍 俗稱為真槍 真槍是一把視覺槍 優點是不會偏移的彈道 和很不錯的設計速度 因為彈道不會偏移的特性 在斜向盆向走射時能有很優秀的墨水覆蓋能力 幫助快速累積大招能量表和建立我方領地優勢 副武器的部分則是快速炸彈 我們稱之為水球 水球的特性是墨水支援消耗量較少 可以一次丟出兩發 並造成直擊敵方兩雀 爆炸波及三雀的強力傷害 大招螃蟹坦克正面有非常優秀的護甲值可以承受高額傷害 要注意的部分則是螃蟹的屁股是非常脆弱的 要小心來自後方敵人的攻擊 ZR的部分是速射砲 是一種視覺的超遠距離攻擊 射速會隨著射擊時間越來越快 R則是加龍砲 可以透過炮物線打到掩體後方的敵人 並有直擊敵方兩雀 爆炸波及四雀的強力傷害 但是因為射速相對於速射砲來說慢不少 建議大家依照戰場局勢 決定速射砲和加龍砲的運用 另外ZL會進入球形態移動 能對敵方造成碰撞傷害 行進路上也會帶有我方墨水 並能隱藏屁股弱點 加上快速轉向的優勢 因為螃蟹坦克在非球形狀態時的轉向是非常緩慢的 可以利用球形態達到快速轉變射擊方向 就可以繼續無情的用火力 壓到對手探不出頭來 技能方面的選擇推薦 特殊武器性能 可以增加螃蟹坦克的持續使用時間 回歸 在死亡復活後大幅提升部分能力 提升魷魚衝刺速度 增加潛末時的移動速度 接著下一把武器 DM52加倫 數一把惡雀步槍 同時射程距離也不短 相當可怕 唯一注意彈道方面 若持續發射 前兩發還算可以 後續幾發會有亂數偏移的問題 要留意掌控 但這並不影響這把槍的強勢之處 除了本身攻擊力和射程外 主要他的副武 斯普拉防護牆 也稱作水蓮 需要防禦和干擾走位之用途 對象同時只要丟出來 就能短暫抵擋攻擊 可用於周旋走位使用 此刻更盡利用主武本身的射程和攻擊力 就能順勢抓掉對方 同時若配合大招喇叭雷射 可以更進一步的追擊敵人 畢竟喇叭雷射 可以多方鎖定敵人 造成地圖的AOE影響 且鎖定後 雷射除了會自動追蹤很少外 也會標記敵人的位置 使得在短時間內 能夠知道對方的位置 故此 對象中若放出雷射再進行追擊 敵人除了要躲雷射外 還有閃你的追擊 此時的他心裡真的會很忙 嘿嘿 但追擊過程中還是要謹慎就是了 只不過點無二 雖說火力強大 射程夠遠 但操作手感還是要花點時間去熟悉一下 尤其是戰鬥節奏方面 由於射速較慢 要稍加掌控切入時機 以及負武和SP的運用 才能穩穩的站在賽場上 另一方面 技能推薦 主要技能可採用 易行動強化 讓跳射的時候 彈道能夠得到矯正 易遊速增加戰場的移動能力 易影跳增加回到前線時 能不被敵人發現的能力 把戒指抓掉對方 以上都可以參考參考 再來為各位介紹的是 迴旋波筒 我們俗稱的洗衣機 洗衣機在水桶類武器裡面 是一把蠻特殊的存在 他有直接命中和波及傷害 兩種造成傷害的方式 如果直接命中對手會有特殊的命中音效 並且能兩卻帶走敵人 即使不是直擊 而是墨水的波及傷害 也是能三卻把敵人帶走 加上洗衣機 擁有相當不錯的射程距離 武器性能上 可以說是相當的強勢 霧的部分是碳酸炸彈 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炸彈 它是一個可以透過蓄力 來增加爆炸次數的恐怖炸彈 經過兩階蓄力強化後 可以再扔出後 產生三次不規則彈跳爆炸 讓對手沒辦法預測爆炸位置 非常的可怕 而且在炸彈扔出後 會在地上殘留一道非常長的墨水痕跡 用來位移撤退 都是非常優秀的手段 另外還能透過搖擺控制器 推動操縱桿 還有按壓按鍵等方式 加快蓄力速度 可以更快的丟出三階的汽水炸彈 對手的下場可想而知 大抄戰氣彈的部分 使用時會騰空而起 在空中擺出蓄力姿勢 期間會得到一個墨水鎧甲 提供一定程度的傷害保護 蓄力過程中 隊友和自己可以透過 連續按壓方向鍵下來加速蓄力過程 在蓄力完成後 按下R鍵投出戰氣彈 並造成一個大範圍的彈球體傷害 此傷害是可以穿透掩體進行攻擊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戰氣彈蓄力過程中 墨水鎧甲雖然可以承受傷害 但是當敵方多人激活時 還是有因為鎧甲被打穿而死亡的風險 要多留意 技能選擇推薦 提升墨汁效率次藥武器 減少次藥武器的墨水消耗 提升由於衝刺速度 增加潛墨時的移動速度 接著來為各位介紹 斯普拉盾中相當特別的一種武器 雙槍斯普拉盾機動槍 雙槍這把武器在遊戲中 只要在射擊時按下B鍵 就會啟動翻滾動作 同時槍線也會成一直線 射速也會加快 另一方面不同雙槍種類 在於翻滾後所呈現的效果皆有不同 可以留意 當然這次介紹的這把斯普拉盾機動槍 是屬於較中規中矩的武器 屬一把四雀雙槍 射程距離也頗遠 拉鋸戰會有小優勢 只要計算好和敵人的距離 會有高距離可以抓掉 唯一注意多半雙槍戰鬥時 一定要將翻滾動作運用恰當 才能使其武器的攻擊效率發揮至最高 要留意 而他的副武吸盤炸彈 是可以吸附於任何位置的手榴彈 丟出後會較慢爆開 只要時間插抓得好 即可將敵人在預想的攻擊位置做一次暗殺處理 算是一種即時陷阱類型的附屬武器 當然大招方面 各位可以參考前面增槍的大招 兩者是同樣的 主要推薦技能方面 游速增加戰場移動速度和周旋速度 影跳增加回前線時 提高可暗殺敵人的機率 復活時間減少 若狂打架 時常一換一可以考慮 足舞省末 雙槍翻滾後 由於射速變快 末量消耗增加 可使用此技能做矯正 以上都可以依個人情況下去做調整可以留意 再來為各位介紹雙重清潔槍 刺鹊槍 紅霜擁有優秀的射程距離和高效率的徒弟能力 加上雙槍特有的機動性 這些優點讓紅霜有很強的戰鬥能力 並且還能快速累積出大招 來進一步給對手防守的壓力 副武器的部分是強力的三角飯團 丟的對手出不及防難以走價 大招則是彈跳聲納 是一個可以標記敵方位置資訊 範圍廣 並且能造成不屬傷害的聲納 可以提供隊友對方位置的訊息 並在混戰中 大概率幫隊友造成關鍵傷害的強力大招 並且震波是會跟著地形擴散出去 使用架設時 可以透過多多練習 來丟出讓對手必無可避的絕佳位置 另外聲納是可以被敵方破壞 並且震波是能透過跳躍躲過偵測與傷害的 這點要特別注意 技能選擇推薦 提升墨汁效率主要武器 減少主要武器的墨水消耗 提升墨汁效率次要武器 減少次要武器的墨水消耗 提升由於衝刺速度 增加前墨汁的移動速度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斯普拉頓3 對於新手觀念還有武器的小整理 算是頻道上第一部斯普拉頓的攻略像影片 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呢 那技能方面也是稍微提點主要的 需要更深入的部分 之後有興趣可以再拉出來跟大家好好的說一下 當然各位有什麼想要了解的領域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讓我們知道一下 之後會再找其他的高端玩家來介紹一下這些內容 順便提供許多經驗 讓大家參考交流 總之覺得不錯的話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也歡迎按讚分享出去 還沒訂閱的朋友也歡迎訂閱加小鈴鐺 這次也是很感謝四季熱烈的參與 和提供以及整理 各位有興趣我會在下方說明欄附上他的頻道網址 也可以到他頻道去看看一下 謝謝沙皮也謝謝各位 很高興可以提供一些資訊給大家 未來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在一起通樂斯普拉頓 好啦那今天就到這囉 我是沙皮 我是士七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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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